《混沌剑神》第3760章 奇奇陨落 一时间洞虚老族只感觉眼前发黑 仿佛天塌下来了似的 被吓得不轻 不过千魂魔尊却丝毫不给他反应的时间 在吞没了吴昆上人的元神之后 便再次化作了一团滚滚黑物 笼罩了洞虚老族 节节节节 一位先尊敬二重天 竟如此不费吹灰之力 便将其斩杀 什么时候这等强者 也变得如此弱小了 千魂魔尊发出大笑声 如此轻易地 就斩杀一位全胜状态的先尊 就二重天 这哪怕是 放在他最巅峰的时期 都是绝对无法做到的事 再怎么也得打上几个回合 千魂魔尊所化的滚滚黑物 正疯狂地朝着洞虚老族的脑袋钻去 啊 给老夫滚出去 洞虚老族身躯在剧烈挣扎 他的原神就如同一轮炙热的太阳 绽放出异议神灰 在竭尽全力的抵抗 与此同时 他身上能量沸腾 光艳交织 先尊敬二重天的实力 毫无保留的竞数展现 在与千魂魔尊对抗时 也在全力守住灵台的最后一丝清明 而后以最快的速度朝着外面逃窜而去 乌坤上人的陨落 早已让洞虚老祖下破了胆 此时的他 心中生不起半分战斗的勇气 只想以最快的速度逃离这里 只要出了这座屏蔽大阵 他就有办法 惊动化天道宗的强者 与此同时 事先妖花也出手了 几根巨大的主藤层层缠绕 将洞虚老祖五花大绑 限制他的行动 其中的几根主藤 则是化作风锐的尖刺 狠狠地对着洞虚老祖刺了下去 碰 碰 碰 事先妖花的每一根主藤 都带着无比惊人的力量 能轻易毁天灭地 因此 当他那几根化作风锐尖刺的主藤 打在洞虚老祖身上时 顿时发出一连串轰鸣之声 那强大的能量余波 将洞虚老祖的道袍撕成粉碎 露出了一件穿在里面的神器战甲 这战甲的品阶 也勉强入了上品神器行列 防御力极强 将事先妖花的攻击 尽数抵挡 最终只有一些反阵之力 透过了上品神器 传递到洞虚老祖身上 给他造成了一些不太致命的伤势 洞虚老祖发出一声闷哼 他似乎也知道 此时对于自己来说 已经处于生死一线之际 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之下 毫不犹豫地燃烧自身精血 随着其精血的燃烧 一股比洞虚老祖巅峰时期 都还有庞大的气势 自他身上轰然爆发 一身修为之力 更是如海啸般沸腾 竟一下子挣脱了 事先妖花的束缚 不过 吓破胆的他 依旧不敢久留 完全失去了战斗的勇气 脑中唯一的念头 便是逃离此地 他双目中的神采 也是飞速变化 时而是属于洞虚老祖的 那股惊慌和惊惧之色 时而 却又属于千魂魔尊的 那股肆意张狂的色彩 突然 洞虚老祖的双目画 做一片漆黑的魔艳在跳动 他忽然开口说道 宗主 这老匹夫反抗得太激烈了 虽然本作依旧能抹杀他 但是却需要一些时间 宗主若是想速战速决的话 那还得像刚才那样 以你的杀手锏开开路才行 隐藏在暗中的剑尘 也看清了局势 洞虚老祖再不济 也是真挚先尊敬二重天的强者 恢复部分实力的千魂魔尊 再加上 先尊敬一重天的事先妖花 如此阵容斩杀洞虚老祖 自然不在话下 只是难免会造成过大的动静 看来一道悬剑器 是不能省了 剑尘心中暗道 毫不犹豫地 动用了第二道悬剑器 当第二道悬剑器射出时 千魂魔尊为了免遭波及 化作一团滚滚黑雾 已提前从洞虚老祖脑中撤了出来 又又是这股剑气 没了千魂魔尊的牵绊 洞虚老祖的元神 顿时解脱出来 可还没等他松一口气时 他便是双目大瞪 瞳孔瞬间收缩成针眼大小 他永远也忘不了 就是这一道剑气 重伤了吴昆上人 才导致吴昆上人在一刹那间 失去了所有的防范能力 最终被对手不费吹灰之力地斩杀 虽然明白这个道理 也深深地知晓玄剑器的可怕 可当真的面对玄剑器时 洞虚老祖却没有任何办法去抵御 最终 玄剑器无视了洞虚老祖身上的一切防护手段 植入他的眉心 当场重创他的元神 让其陷入了短暂的失神状态 千魂魔尊和世仙妖花趁机而动 他们分工明确 一个专攻元神 一个专攻肉身 以摧枯拉朽之事 一举将洞虚老祖彻底斩杀 哈哈哈哈 痛快 痛快 本尊修炼了这么多年 还从来没有像此刻这般轻松的斩杀仙尊敬 千魂魔尊忍不住地发出畅快淋漓的大笑声 和之前相比 此时的千魂魔尊 看上去明显强壮了几分 就在这时 一阵极其细微的空间波动传来 只见跌落在旁的锁天神炼 突兀的消失不见 锁天神炼 是一件上品神器 自然有气灵存在 他发现洞虚老祖陨落后 第一时间想逃离这里 毕竟 他并不是洞虚老祖之物 而是化天道宗三大老祖之一 净空老祖所有 就在这时 一声冷哼从虚空中传来 只见一只手掌从虚无间探出 对着空无一物的虚空轻轻一按 这一按之下 方圆十丈虚空瞬间破碎 那已经隐藏在虚空中的锁天神炼 一下子显露了出来 一件无人操控的神器 也妄图从我手中逃掉 虚空中传来了剑尘的冷笑声 旋即就见他的身影 从幕后一步踏出 将锁天神炼 牢牢地禁锢在掌间 若是寻常的先帝 这锁天神炼 或许真能从他们眼皮子底下溜掉 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剑尘毕竟是融入了虚空重地的寿魂 继承了虚空重地的一些天赋能力 使得他在空间的 清河上有着一种远超常人的优势 转瞬间 洞虚老祖和吴昆上人 便齐齐陨落 他们身上的遗物 自然也落入了剑尘之手 除了化天道宗的锁天神炼外 洞虚老祖共有两件上品神器一落而下 其中一件 便是在此地都还没派上用场的三组顶 另一件 则是穿在他身上的那件 勉强踏入了上品层次的神甲 再就是一些保存在空间戒指里的一大批资源 至于吴昆上人 则是要寒酸很多 除了一件上品神器利天剑之外 几乎就没有太有价值之物了 空间戒指里的资源 甚至还不如一些先帝富有 内衆装侵营充 至于是穿在毁度 移松的呼噬